时光飞逝 送走人鹰虎年后 崭新的鬼卯年紧接而来 在这兔年里 十二生肖的运势将有何走向呢 接下来就让鲍一凡老师为大家分析运程吧 生肖牛在鬼卯年整体而言运势中等 没有急性坐镇 却有一堆凶星 但是属牛的朋友也无需太过担心 只要你们相信自己 给自己信心 这一年难关还是可以跨过去的 事业方面 整体而言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若是打工的人士 今年可能贵人运较差 所以机会比较受限 而如果是做生意的老板 情况也非常相似 将不会有什么特别特出的改变 因此建议大家先用心耕耘 好好努力 别奢求太多 只要你用心 未来必然会有收获 只不过这一年的收获会来的比较晚 所以属牛的朋友 今年千万不要气馁 努力在努力 希望就在眼前 而在财运方面也一样 在新的一年中将没有太多的收获 钱财足够日常开销 但其他的可别奢望太多 钱财最好仔细规划 大花费之前需要谨慎评估 同时要提防不易之财 以免陷入金钱纠纷问题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迎头小利 就陷入诱惑之中 尤其生肖牛 在这一年因为并无急性坐镇 导致偏财运相对比较弱 若是一昧追求高风险的回报 最后非常容易有空欢喜一场的结果 因此建议属牛的朋友 好好守住 坚持住 将钱都看紧收紧 今年谨慎理财 勿冲动行事 另外在感情方面 建议单身者 不妨先缓和一下脚步 先让自己增加内涵 叙事待发 所以生肖牛的朋友 其实并不需要着急 只需持之以恒 好好对待自己 疼爱自己 就会越来越有魅力了 而如果是情侣和夫妻的话 建议多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一起迈过所有的人生挑战 健康运方面 今年生活作息要注意 小病小痛要治理 如果心情烦躁的话 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应该寻找正确的抒发管道 整体来看 生肖牛的朋友 在2023将会有一个 充实于挑战的一年 希望属牛的朋友谨记 是在人为这四个字 即使你身边有无数挑战 但只要勇敢面对 努力耕耘 最终都有解决的可能 好了 以上就是鲍亦凡老师 为大家分析的 2023鬼卯年运势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点赞 分享及订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